究竟这个导顾是否所谓亲疏有别呢? 刚才我们有两个观众都想问 就是27银鱼 Kelvin很聪明 知道今天你上来 昨晚已经在我的Facebook留言 想问 他说 不过他是相对看淡的 他说如果下年万一 27银鱼 就逐牌失败的话 最差距多少呢? 他就没有课 他就是想说 看看可不可以追沽 就是说他没有牌 但是另外一个 chartroom那里有人留言 他相对有点困难 问 27银鱼 什么价位可以考虑 这么极端 是很极端的想法 好 先这么说 其实两者都极端之下 我就在中间 就是我说 粗糙点说 我买花生看看市况发展 你说要去捞底 那也是那个 数字上可行 但是实质执行 就是很难 究竟你昨天买了 你现在41元沽 还是等它42元 43元 其实你很难掌握 你升到42、43元 它滚回来 你的利润 就变成了过眼云烟 南蛾一梦 就代不了落袋 但反过来 去追沽的话 它都跌了两成 你现在先去追沽 又似乎差点 当然 你说 要算机会率 如果你说 连银鱼都拿不到牌 这个我想 绝对是黑天鹅之中的黑天鹅 是一只最大最大的黑天鹅 因为它已经不是外资了 如果它都拿不到牌 其实它的冲击是大的 当然 要留心就是现在说 不发富牌 因为现在是三大三小 不发富牌 那会不会是 只剩下三间地点呢 大家都不知道 比较之下 一般市场认为 是亲疏有别的 那你银鱼来说 就是不断地做一些抗战 银鱼三期都还在建 那你不绝牌 是可以很大 那极端情况之下 那你会值多少钱呢 那如果做不到牌 那就算你发展其他国家的一些 博彩收入的话 那占比差太远了 那举个例 就是像一些内地的补习公司 真是那个资金是多少 就是它到时的价值 因为收入会完全是摧毁了 但是这个我想太极端了 我又不想觉得那么夸张 而且你要想一下 就算这件事真是最终发生的话 第一 现在是在说咨询而已 咨询多久出结果呢 就是不知道的 去到真的逐排成功与否呢 都还有半年以上的时间 那所以你现在 中间如果有一些的反弹的话 都可能会夹爆你 所以就算最终你看到也好 都可能中间的时间 是会令到你有个亏损 所以都是那句 你现在买捞底 又或者去追沽的话 直播率又或者整体的操作 都是很难执行的 那变相呢 我很简单 我时间有限 那我又不够别人那么聪明 所以这些东西我就不行了 我反而就是看着自己 审核上的股票 还有再看看有什么行业 或者板块是值得我去买和留意 那这些掌握不了的东西 就不管它了 这些东西 就不够别人了 这些东西 就不够别人了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